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7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是实作教学与答疑 张医师请您开始 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还是以临床为主 还有包括答疑 那我们就请莉莉来主持 2022年3月27日 实作教学与答疑 原始点急救分享 学员分享在玉山海拔3800公尺 空气稀薄地方 用原始点救人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利用原始点急救的方式 在山上帮助了一个休克的山友 2021年12月30号 我在玉山爬山的最后一天 就住在排云山庄 那一般山友呢 早上都是三点要吃早餐 那我那天的行程刚好我们都已经结束所有的玉山群峰的攀爬 我们那天要下山了 所以我三点要起来吃早餐以后 我再回去休息八点要下山 刚好吃完早餐的时候再整理东西 刚好慈烟了一下 外面就有人传来很紧张的 就说有人休克 有人说需要协助需要协助 有没有医护人员 那在深山上面3400海拔 当然完全都没有救护人员 这个山友呢 一个女孩子被抬见的时候 她全身是软的 他们就把她放在地上 因为她在路上分岛了 她把她放在地上 我一看就不对就马上前去 去赶快拿这个睡袋 垫在这个地上 因为地上实在太寒了 我就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拿了氧气瓶来 放在她的嘴巴 她完全是没有呼吸的 我最好开始用原始点 帮她的上背部推按 用我浅薄的原始点的知识 来一直推按她 可是当她们把氧气罩放在她鼻子的时候 她已经完全都没有呼吸 完全都没有蒸气 所以那时候是呈现是没有呼吸 所以旁边的人都在哭了 想说怎么会没有呼吸 怎么会没有呼吸 所以我拼命地跟她 帮她按压在她的上背部 一直安慰这些人说没有问题的 希望他们赶快去找软软包 可以热付她 给她一些能量 我用了睡袋 把她包着 抱着她 一只手抱着她 就希望给她很软活的体温 还一只手 一直在按压她的上背部 在我自己认为蛮长的时间 可是在紧张地做按压上我也不知道 真正花了多少时间 就这个她鼻子上的氧气 开始有呼吸的有蒸气出来了 哇大家就好高兴 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同时我就用软软包 帮她热敷 我是觉得她的整个呼吸 有顺畅 有正常了以后 他们才把她扶到床上 让她躺着 继续用软软包 希望她能恢复体力 我因为八点一定要下山赶我的行程 所以我跟这些朋友们道别 在下山的路上刚好看到一辆红色的直升机 这就是所谓的救难直升机 我就想是不是这位山友 因为需要直升机把她运下山 因为三千四百海拔 完全这是你要靠走路的 她绝对没有能力带我下山 所以排行山路管理 因为我做了帮她救了这位山友 所以她跟我加了免苏 加了朋友 她也跟我讲 是的 是这位直升机师来 把这位山友运下山 她现在也完全恢复正常 没有问题 我个人也很高兴 我利用了很浅薄的原始点知识 也帮助了这位山友 谢谢 谢谢 请老师点评 这个急救来得及时 大家知道 那个急救最重要的是 跟时间在晒 那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那这时候整个应该就是 很第一个判断就应该要想到的 就是上背部 因为我们说的 如果已经患者 倒下去那一刻 如果你一时无法判断 记得一定是以上背部 不要以头部 因为如果是头部引起的 那你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会有立刻生命危险 所以即便晚一点再按都来得及 但如果是心脏骤挺 或上背部引起的比较严重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没有及时抢救的话 也许再严重一点 有时候几分钟内 患者就往生了 那这位操作者 他虽然原始点 他自己谦虚的说 他还不是很熟 但是光他第一个按推上背部 这个动作就已经完全符合 原始点的急救了 那再来他也重视到 在地上因为海拔那么高 天气又那么寒 那患者躺在地上 这个很难救了 所以他就还懂得 要把他保管 所以从这个急救方面来看 他完全都做对了 那也因为急时 所以这个患者才能够有惊无险 发现为一 这个案例还蛮精彩 那也是鼓励大家啦 其实我们一再说 如果心脏骤停 它的大开关一定是上背部 这个我们从临床上已经看到很多 这样被急救而成功的案例 这也让我们的医学有另外一个醒思吧 就是患术是不能按的 也就是不能用CPR直接按心脏 这个还是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还有这也更证实原始点 所有的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再一次被证实 不管你是急救也好 或一般疾病也好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体伤就是赶快按推 那热能不足就是要注意外内热源 我们看到这样能够及时抢救 也感到很欣慰 好 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实作教学 一 子宫癌 贫尿 好 排尿怎么样 好像贫尿嘛 要是去很出力才尿 我知道 等一下 你说你有帮他做 那我等一下看你怎么做 我再教你好不好 然后我也帮你做 然后教你应该要怎么样来按推 还要可能要温敷 甚至如果还严重一点 还要 教我 教我 不是 灌肠 有啊 都有 你都有做 对啊 都有做 灌肠他还是这样 对啊 就是凭尿 他一定有痛点 他一定有痛点 如果热源 没办法解决 一定就是体香没有 对啊 我也就是 差不多每天都管 那这样应该是体香 尿好 就好像不干净就服了 我知道 没力的 对啊 那你最近吃 有没有吃到什么含量的 都没有啊 水果什么都没吃啊 那应该好 那应该是体香 会热热的 这样会热热的 又很平尿 肝门好像都有东西在这样 哦 肝门好像有东西堵住是吗 对啊 对啊 轻轻 不出力是这样 轻轻放着 然后只有来回而已 那但是你 不是你这样 这样 这个就要做出力 这个不行 还是不行 你还是没有学成的 你看 这样我很轻松 这个会不会痛 你看 啊这样轻轻的它就痛了 所以它真的是有问题 这里很痛 那你要正常过来按 这里也痛 对啊 我觉得全部都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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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那么痛 对啊 我现在按的地方痛不痛 一点点 一点点 那这一点 好这一点就不要 那那这一点还没有那么痛 它真正痛在这里 所以是这里引起的 啊这个很轻 慢慢的 按 时间要久一点 你不能这么大力 那我们慢慢来 那这一点就开始痛 这里更痛 那两只这样子 哦 那是不是比较大力 对啊 对 因为你用蛮力 它不疏 然后它这样即便痛 但是它不会对抗 因为它蛮疏 那这样你可以按很久 然后就可以按开了 不是真正有什么问题 你疏在手法 因为你用猛力 它马上就分解 这样更痛了 我现在靠身体压 这样比较深 对 如果你说这一点 往上找就是这一点 所以应该这里 现在有没有比较舒服了 不会那么烫 是不是 哦哦哦 没有来哦哦 好 我现在摸你这里还会痛吗 比较不痛了 比较不痛了 比较不痛了对不对 就是这里 这里还有一点点症 这里还会痛 比之前差不多有减轻几层 差不多快一半啦 有二分之一啦 对啊 减轻二分之一 对 平庙好像也比较舒服了 这里也比较舒服了 对啊 没有像那个庙 擠在那里边 现在不会了对不对 比较不会了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现在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这样 提上边把椅 没有揉开 你现在是手法的问题 你手法就是出力 所以揉不进去 我平常站的都一直这样抓 然后这边抓 没有办法 很难受 现在应该不用抓了吧 现在也松了 对啊 现在比较好的 我再帮你揉几下 我先教你 因为它是在下面 所以最好 这样用勾的 这样 然后勾的是身体往下 往前往下 然后这样 然后它这一点最痛 这一点很痛 不能太大力 如果要揉身 身体这样 没有我教你喔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再翻过来 我身体翻啊 然后整个靠过来 往下压 啊这样 这样这个手就下去 下去 啊这样你也很轻松 啊你原来的手法太硬 你都用站姿 然后又用蛮力 所以你揉不进去 它不能解症 我这样很舒服啊 啊它很痛啊 啊你舒服 它也就舒服 啊你揉得很累 它就累 我这样揉你很舒服 对不对 又痛又舒服 对啊 因为我不用蛮力了 然后我靠我的身体的力量 我就压进去 啊这样 你看我的手 哪有用什么力 没有 我就身体来回了 你看 我很轻松啊 啊你太太 这样就融进去了 它又有效 它不会跟你对抗 因为你不是用手的力量 你刚刚就是怎么做 一开始就用手的力 你这样这样这样 它很不舒服 啊又揉不伸 你就这样 身体靠下去 有没有 我沉下去 有没有 啊这样 啊我手有没有用力 啊平常如果你不靠 你就这样 你这样也可以 身体这样往下 往侧面靠 这是最标准动作 啊如果这样还不够伸 你就这样再转过来 然后身体往前压 然后压住了 那我就这样 啊我很轻松 有没有 只有它很深啊 所以你说 它痛那么久 啊为什么涂没有寒 因为你没有揉开啊 然后为什么揉不开 你很用力又揉不开 你用力又满力 它痛它不让你揉 不能用手的力量 然后这个手是这样 你看你方向就错了 这样 这样 然后这个90度 来靠过来 靠过来90度 啊这样 对对对 然后这个手是这样 啊一定手只是来回哦 啊都不用力 真正力量是这个 啊对对身体靠过来 有没有像 有有 你哦方向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屁股是这里 嗯 骨旁对不对 来你就放着 然后放着 然后身体靠过去 然后方向永远是这样 啊对对 啊你看 它就有 好这样就 就有一点像 你起来看看 现在这样 你老公帮你揉 有没有比较舒服 就比刚刚又更舒服一点啊 好一点 确定现在整个这里也松了 对啊这里比较好 对啊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位患者就是之前 我们一路追踪的 去年 就是子宫癌 那子宫癌 应该大家 如果有按时观看 这个平台的话 应该都记忆会深刻 他子宫癌 一检查西医 就叫他要住院手术跟化疗 说他情况蛮严重 那 当然他最后选择是 选择原始点 来的时候整个腹部 也就是从胃到小腹 都脏 而且硬硬的 然后背部也痛 那我们帮他按推跟温敷 每次按推都会留很多主治医 最后留了八个月 主治医才留完 所以最后也就是 中间当然还有到很严重 就是突然间吃不下 暴瘦啊 那经过这样细心的调理 那这个子宫癌 经过八个月就 完全恢复了 那这一次他来 最主要就是小便灼热感 然后小腹那里就好像有尿 积在那里 积在那里还有积在肛门那里 好像堵住了这样 很不舒服 那问他的结果 结果他还是有灌肠啊 热云 温敷这些都有做到啊 然后每天还吃姜碗 所以经过他这样一讲 反正那个尿有灼热感 就是症的不适感吧 那我想应该就是体伤所致 那他先生也做给我看 那个手法大家也看到了 那个手法太粗糙 所以他一直没办法节症 那热也进不去 所以情况就这样拖了差不多一个月 那这样的不适感 对他而言他就会乱想 是不是又癌了 不过他自己也跟我讲 他蛮庆幸的 因为他说当初发现子宫癌的时候 邻居有一个是 也是卵巢子宫癌跟他类似 另外一个是大肠癌 他也跟他们介绍原始点 但他们的邻居还是相信西医 不过他说到现在为止 那两个邻居已经都走了 就在短短差不多一年 一年多到两年之间 就两个都相继去世 那他现在他也觉得蛮轻轻 但是他还是有一点担心了 认为这个尿 凭尿灼灼热 会不会又是子宫癌 我跟他讲没有了 这个已经过去了 这个是纯粹只有体伤 那因为他先生按推手法有问题 所以不能解症 所以才会拖那么久 感觉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大家从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出来 原始点的修法很重要 我常常说要由清而重 上个礼拜也是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那有些人就是一开始就要下蒙力 那他轻轻一碰他就很痛了 根本也不需要下蒙力 那如果我评估 这个如果用站姿的话 因为他比较怕痛 你站姿一下子如果按下去 或然后又用满力的话 他肯定是受不了 他先生一开始就是用站姿 他一直处理不来 那我用坐姿轻轻按推 那些痛点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我也翻过身来 帮他在由下往上再按 那这些都可以按得很到位 然后最后我也就是速度减慢 那大家也看到我整个身体就靠过去 那当然那个动作不是很标准 跟我视频教各位的不大一样 但你只要懂得用身体把工具带下去 那手不要用力 这样就能够按到很深层 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就可以按到很深层 所以按完他腹部 那个感觉尿积在小腹那里 他也感觉比较舒服 当然他的痛点 大家也看到 就是在臀部原始点的下半段 另外在下背部 那里有一个特别痛点 那里有一个特别痛点 我也顺便把它找出来之后 把它解症 那他整个做完 其实光按推他的症状就减轻了 他反而那时候一直温敷 他也不能解症 所以有时候解症 有时候光靠热源 是达不到我们的要解症的目的 这也是希望大家在修法上多勤念 这样才能够对轻重症或重病患者 起到解症的作用 然后也让他们会对原始点信心大增 因为你当下就把它解症了 他就完全信服了 那他就不会怀疑东怀疑西 怀疑说是不是又是子宫癌又复发了 或是怎么样 那这个患者应该都是当下 刚好这几这些日子 他刚好来基金会 那我亲自帮他处理 好 这个就分享到这里 好 这个就分享到这里 始作教学2 精英突变 初演 初亚 你先来看一下 初亚的岁 我刚开始的时候 会斗的人 还是现在 生下来的时候 没有 我一岁的时候想来 一岁的时候 那等于还没有未足睡之前 那是正常的 对 都正常的 对 那一岁之后 开始斗 对 然後眼鏡到現在他就是手沒有辦法控制他的 就是比如說想起起來或想放下來 或是你看他這個頭 就是這樣 好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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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用力這樣 沒有辦法控制說我要好好的走路啊或是什麼 都沒有辦法這樣 連頭好像這些都沒有力氣是嗎 他應該是有力氣但是 對他不會控制他不會說好好的把頭補助這樣 要 那譬如說吃都正常 吃是正常 他嘴巴有沒有辦法控制得很好 有叫爸爸媽媽會 但是其他要講閉嘴的聲音就沒有辦法 那你們發現這樣就開始找醫生了嗎 對 去都找西醫是嗎 找西醫也是有找過 找過西醫還有什麼中醫 中醫有嗎 還是只有 那西醫是怎麼講 就說基因突變這樣 他只有說基因突變 對還說基因的缺陷這樣 沒有其他理由就是只有這個 對然後每一家都這麼說嗎 就是最好西家都是這樣 都是兩家 兩家都說他基因突變 對啊 但是他自立應該是沒有問題 任人或是 什麼 溝通 對溝通 不要或是喜不喜歡 都OK 都能表達 對 就是影響他的動作 對就是影響他的動作 他做沒有辦法做得很穩定 他沒有辦法 他這個就是沒有辦法穩定 對啦 如果是這樣 其實我看他有一點類似像 媒介式綜合症 西醫他們自己說的 你還記得有一個馬來西亞 最後不大字組中 那這個都沒關係 那個都是病 或是怎麼樣 那遇到像這種情況 我覺得以原始點來處理 應該是可以 但他這麼小 就是家長要學 學怎麼樣 隨時抱著的時候 隨時就幫他按推 你還記得那個還有 那個馬來西亞 我以前放的影片 還有一個小妹妹 聖總流 你還記得嗎 記得 那個也是啊 發育不前 然後耳朵也是病人 說不能聽啊 怎麼樣 整個從小就好像 也是這樣跟不上別人 然後行動方面也是嘛 但是他們懂也許點之後 家長就是幫他按 然後也幫他按 然後慢慢就是跟他學 發現他自立也沒有問題 就好像弟弟這樣 其實自立也沒有問題 但這一些不自主的 或是發抖的 或是都可以確定一點 使得很嚴重 對 還有體傷 體傷才會有些表現 比較僵硬 或是頭比較不自主 這些都應該可以確定 是體傷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去找西醫師找不到理由 因為基因切線 那個是很抽象的一個語稱 不 切線本身就是一個果 不是因喔 凡找得到的都是果 因是找不到 所以他說一個切線 切線就是果 每個人都有基因 基因應該是正常 它不正常是果 那為什麼會造成基因的不正常 切線 那又要往前追 那往前追 在原始點的理論 就是體傷跟熱能不同 它一定有體傷 那體傷 那體傷 比如說 體傷 比如表現在孩子 可能頭部 那頭部有問題 那就是頭部要安心 然後再來 他還有身體 這些 還有走路 這些 我看他 那些影片 好像都不是很穩 沒有能力 都會一直要收 就是 對 這個都僵硬 對 這個很僵硬 那很明顯 這個已經 算是沒有力 那體傷也蠻嚴重 那這個都是長期的 體傷嚴重 跟熱能不同 我們說所有疾病間 體傷及熱能不同 這個不用管 像這種 都可以改善 像這種 都可以 開始就是 就是在他 原動 因為 慢慢幫他按 因為小孩子 很好按 他只要懂 然後甚至這樣按摩一下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 搭開關 然後脊椎兩次 其他就是輕輕敷 你們在倒的時候 都可以做 然後也可以溫敷 然後最重要一點 就是 要讓孩子動 就是隨時讓他動 因為要不然他會越來越僵硬 你把他想成像 他平身一樣 他平身會抖 也是體傷跟熱能不同 他也是頭部 他已經影響到四肢 那你頭部一定要去抖 其實就這樣 這樣很輕啊 讓他慢慢 適應你的力量 比如這個 這個也是 都要按 很輕輕的按 你不要把他當做大人 但是位置要抖 你常常這樣幫他被動的按 然後再鼓勵他主動的走 他就會恢復 你越不動 因為照你說 如果他一歲以前都是正常 對 完全正常 那他一歲以後 那代表他什麼 你說他一歲以前都正常 那一歲以前就基因是正常 那為什麼又說一歲以後 才基因缺陷 這是他一歲的照片 這樣就更確定了 基因缺陷 我認為不大人情理 為什麼 如果基因缺陷 你們生下來就基因缺陷 為什麼一歲以前 他可以這樣 那一歲以後他才說 基因缺陷 這個不可能 一定是裡面有問題 西醫因為找不到 就用一些比較 我說的很專業的名稱 讓你們完全無可 聽一聽無煞煞 基因是什麼 也找不到原因 好像一輩子就要這樣 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 一看就知道 不是這些的問題 還是回歸到原始點 我們說的體傷跟熱忍不足 相比他嚴重的孩子 我們都遇過 他舉的就是一個 腎腫瘤的小孩子 他也是啊 西醫很小就準備要把他割腎 要怎麼樣化療 然後又說他 走路什麼行動都比較 然後也比較聽不懂人的話 說他要帶助兵器啊 腫腫 結果他就是用原始點 把他體傷慢慢按開溫膚 現在發育跟一些正常的孩子 已經慢慢跟上了 所以也沒有這個問題 我剛剛講的 譬如Pakkinson也好 或是他 眉睫是中和狀也好 他們都有一些肌肉 或是怎麼樣 不自主的 或是不能控制的 譬如Pakkinson他手足舞蹈症 也是 那這些我說的西醫 會偏很多名相 也許說他是基因缺陷也好 也許說他以後是Pakkinson也好 也許說他 這些都是病 重視不在這些 這些都表現出孩子已經體傷跟熱能不足 很嚴重 那熱能不足嚴重 什麼人吃 什麼不能吃 從小就要讓他慢慢去 去嘗試比較溫熱 你一定要開始嘗試幫他篩解 譬如水果啊 這些果汁啊 不能打給他吃啊 從這裡下手 我認為以他我評估 還有世界各地的案例 他不難出 西醫全部含涼 然後他開始抖 你說的這一個現象很重要 你看我們冬天的時候 衣服穿少 身體會什麼 抖 抖嘛 抖就是身體熱能不足吧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正向 Pakkinson也是熱能不足嘛 才會抖 他剛開始抖已經是確定熱能不足 只是你們不知道一直找西 西醫所有藥全部是含涼 含涼越來越沒有動力啊 然後肌肉就僵硬啊 慢慢開始就沒有力了 維他命都不能吃啊 綜合維他命或是什麼 全部含涼 他已經含了 你又給他西醫的含涼 我告訴你西醫他們缺少的一個觀念 就是沒有含涼概念 他們只有成分概念 這個孩子 基因怎麼樣 或是他缺少什麼營養素 缺少什麼 事實上那個都用成分 其實這些成分的 所有西醫體重全部含涼 那你了解 所以你們會越走越遠 越來越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們也經過一年 也走不出來 那唯一一點 其實他就是很簡單 很像跟樂人不及 這麼小的事要讓他運動就好 一定要動 你已經到這麼嚴重 你光輕輕的按推是不能解釋 然後還有飲食控 把它管控之後 他就會恢復比較快 但是因為已經傷了 所以他的肌肉要跟以前一樣 一歲以前一樣 他必須要讓他開始訓練動 就好像我們說的復健 這樣你就很清楚 如果樂不動 他這個樂會僵硬 你光靠按推是沒有用 按推只是輔助 你要教他 就是我們的開關正常 因為孩子這些都很好按 然後頭部也很好按 他一定要加強 那加強之後體傷因為有在按 他體傷就不會嚴重 然後因為有按 然後又有熱源進去 然後再加上外熱源 內熱源這些控制 那他就不在意繼續惡化 要不然他這個孩子 如果不適當的處理 沒有把它改善體傷跟熱量不足 他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現在我認為還很好處理 但是要很有耐心 那這樣處理體傷跟外熱源 內熱源 然後飲食方面 所以這部分你要告訴他 然後他們要看書 有 有時間一定要 還有有時間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看懂了 你們不會慌疑 你們不會慌疑 然後有一條很明確的路 也不會花時間在跑醫院 因為西醫對基因缺陷他們沒有藥 他應該是屬於重病的 因為有一些不大人自主 然後還有發抖過 這個熱能不足 這個只要有一項都算重病 你們也知道 重病的處理 我說的重病就是比較嚴重 但嚴重還不至於會有危急生命 這個沒有 重病還有分 險象限命危 然後我認為他只是一個重病 一般的重病 還沒有到那麼危險 那所以雖然比輕重症還要嚴重 但我認為只要用保德大 他可以慢慢回復 絕對沒問題 他頭那個嘴巴你說的 會好像你看彎一邊 其實很明顯就是頭部體上面 這個口眼關穴 這個一定要趕快按啊 這個類似像中風口眼關穴 然後頭部有問題 他四肢才會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中風也是都四肢嘛 所以他完全符合啊 不用紅豆蛋 因為為什麼不吃 小孩子他身體還比較柔弱 不要被重 我認為不要被重 所以塗薑粉是最有狀 對 開始也溶沒關係 但是就是先一遍 試試看 不要說塗三遍 看看他能接受 如果實際上他太燙了 再馬上把它清洗掉 也沒關係 按小孩子不用再整齊刷 也不需要 他只要懂得位置 那你們知道要怎麼按 對 然後要頂進去 然後他這裡一定很痛啊 我敢保證 這裡 耳後這裡啊 這樣慢慢你們按 他油清而重 油淺入身 慢慢揉進去 他到五層一定很痛 因為他已經口眼關係 所以那個 只要這個頭部按一按 然後還有整骨按一按 他慢慢會回歸喔 這些都會正常 我認為幾個月可能就會有一些變化 只要你照我的畫作 西藥全部不能吃喔 還有你以前西藥告訴你的一些觀念 什麼維他命 ABCD那些 你一定要聽 因為那個方向一定是錯的 內服很簡單啊 可以吃什麼 用生啊 小孩子用紅生啊 紅生 紅生 以紅生為主 如果他願意喝薑更 對啊 如果加一點點薑 對 因為薑現在我們這個都是有機的啊 比外面好啊 有機來塗 然後又有用有機吃 肯定是最好的 我們一直不曉得怎麼處理這個孩子 我看到的 因為我現在在看的是 我全球啦 世界各地比較嚴重的案例 常常都會跑到我這裡 因為他們一定會問原始的 所以這些案例 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 它類似世界各地的哪一種案例 我也不要再用西醫說什麼名稱啦 檢查出來都是不是疾病之一 所以他們講陰我都認為是大陸的唯一 你好好看我肌病已算 所以那些檢查對你們一點意義也沒有 因為基因你們怎麼處理 基因缺陷你們也無招 啊不就是他告訴你的 等於有告訴跟沒告訴的 不是一樣嗎 而且會讓你們更恐慌嗎 因為他說基因缺陷啊 接下來你們無招 然後只能仰賴西 啊西醫也無招啊 問題是出在這裡 啊如果你們聽懂我今天跟你們解說 你們不會問 為什麼 因為他一歲以前也是正常的 啊那時候為什麼基因沒有缺陷 為什麼一歲之後才缺陷 這邏輯就不通了嘛 你們認真想就知道 啊這個就是西醫找不到陰 就隨便跟你們講一個陰 好那這個是不是陰 缺陷本身是一個什麼 從正常到缺陷 那很顯然它是一個現象的變化 那這個現象的變化是果 真正的陰是看不到 所以絕對不是陰 他慢慢喔你們幫他按 剛開始不要太大了 他會有條案 啊跟他玩他不會排斥 然後慢慢按久了 他就可以忍受你們慢慢力量進去 不要一下子太猛 我最怕你們把孩子搞得太痛 以後他看到你們出手 他就看 絕對不能讓他怕 他好像跟他在遊戲 啊你要轉得怎麼樣來跟他互動 然後平常譬如附件也是教他走路啊 好像遊戲這樣 讓他也蠻喜歡的 那他這裡慢慢斷念 他整個四肢就會慢慢進去 不滿 但是你這個很細的 你看喔 這個都很 看起來都很僵硬 有點萎縮的感覺 對 他以後 對已經 然後你看喔 這個都很僵硬 然後慢慢不要擠 因為現在已經不能擠了 因為已經時間也有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很明顯 看起來你看 這個都蠻 比較有一點硬度 對 那 那我 現在這些力量都一定要以他能接受 我陪伏我在做你看 我的手一定很輕巧 好像我在跟他遊戲 他不覺得我在做復健 他一定能接受 這樣慢慢的四肢 他就可以慢慢恢復起來 這些僵硬的地方 我慢慢幫他這樣按推 他也能接受 等到我 我如果要把他 弄深一點 我才慢慢 但是這是後部 就是你一定要先讓他適應 然後再人 生 要不然孩子時 我怕怕到以後跟你對抗 你以後一按他就緊奔 你很難按 所以不要擠 先不要擠 你只要照我的方式 剛剛講的飲食 什麼控制這些他都有聽 然後慢慢改善 然後按推想到就隨時按推 因為你是很輕的嘛 抱著的時候就可以開始幫他脊椎兩側 或是哪裡 或是脖子啊 枕骨啊 一直按 他慢慢幾香就擺上 然後有就塗漿的 那這樣熱源隨時進去 然後他再動就會發熱 然後那些屁股都可以稍微塗 但一開始不要全身塗 我怕他受不了 先行脊部 譬如說頭部 頭部 或是屁股先 假設 將來就是 背部 不要全部塗 如果到最後確定他都能接受 也在前身塗 一定都是由局部到全部 然後按推一定是由心 慢慢讓他適應才做 塗一定是剛開始一次薄薄 慢慢他也適應 就可以一次變塗兩次 第一一遍就可以塗兩次也沒關係 塗的時候要懂 慢慢用一點力道 像按摩這樣 又有按摩又有熱源 這樣進去他會很舒服 整個筋就會鬆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個孩子在一歲前都跟正常人沒有兩樣 也就是可以走路什麼都OK的 那一歲以後聽家屬講就是 有一次好像身體發抖 那發抖之後就開始全身僵硬了 然後慢慢就不大人走了 然後肌肉甚至還有一點點萎縮 那他去找西醫也找了一年 西醫給他的病名就是基因缺陷 那當然原始點知道這是果而非因嘛 那因一定是體相及熱能不足 所以這中間所有的解說 因為患者家屬也已經不知道下面 應該怎麼來幫他孩子 所以在很絕望下才知道 因為剛好他志工剛好跟他們是親戚 就趕快叫他來基金會 那我就幫他解說 那讓他們知道原始點還是可以幫助這個孩子 我也很有信心我說 這個孩子應該如果處理得當 應該全身性的 像他現在嘴巴都會歪一邊 然後脖子都會往後仰 那四肢都會好像很僵硬 然後用力 這些都可以改善 那我也叫他們塗薑粉泥 不過在基金會塗的時候 發現孩子還是不大人適應 那不大人適應最後是建議用薑湯 那薑湯當然也有分溶薑湯跟淡薑湯 如果溶薑湯他也不能接受 我也就是建議他們先用淡薑湯也可以 不一定是說一定要用塗薑粉泥 因為孩子覺得熱 體傷再還沒有解開 然後他又覺得熱 應用對孩子也會產生排斥 所以就是幫他這些原始點方法幫他講解 那家屬也就比較心安 那我相信這一個患者 將來基金會應該還會再追蹤 如果有後續再跟大家來分享 好 我今天就補充到這裡 實作教學3 基金會手法考核2 停 停 你現在的問題是這裡太寫了 這裡已經超過90度 對對對這裡應該要再起來一點 那這樣就你注意這個角度 好 再開始按 還太寫了 還是太寫 好 再過來一點 好 這樣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 這樣可以嗎 你是是不是力量就有進去 是 以後比較穩一點 我看你不出在哪裡 不要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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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都太底下阿姨阿 不要再跟你講 但是你不夠深 你為什麼不夠深 來停 你最主要齁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齁 你看齁 你這裡 這裡 已經小於90度了 所以你夾死了 你應該後退 再一次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他按我就是同車 那你也就是 砸得太緊 弄到患者覺得不太舒服 對 我現在就在 我也不舒服 你在揉 揉 所以我說 你那個就是角度工去拿錯 我做給你看你的問題 你第一個就是這樣 至於夾死 每次都會跟你講 一定要怎樣 你這樣 看起來 我這裡 啊你是塌 你這樣身體就這樣 然後自己夾死自己 然後這裡又塌 這不行 就是你下去 只是腿 腿下去 空氣拿下去 嘿 這樣放下去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頂進去 啊這樣只是來回而已 啊這裡要開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身體這樣 然後你們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只有你這樣 我發現昨天很多都這樣 啊這樣揉不進去 都在表神 但我只要我後退一點這樣 這樣就揉出來了 所以你那個腿一定要往前 那這裡這樣蹲下來 沉下來 而不是沉下來 對 而不是往前前去壓自己 聽 你這個又有一點高低間 你這裡就是一直想壓人家 啊對 對這樣下去 這樣呢 對這樣下去就90度啦 這樣下去就90度啦 你幹嘛要在這個 你就這個身體往前壓 然後這裡就把人家壓死 你就是整個 往前 臀部 下盤整個往前不對 是整個下去然後沉下來就好了 他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做了 然後這樣很扎實 而且又可以很深層 然後又不用力 好 開始 你第一個齁 你這裡太低了 你這 這裡要 垂直一點 對對對 這樣才能夠把這一個頂進去 所以你這個太下面 這樣再轉 你就不敢轉 晃動 不敢晃動 不敢擺動 這樣就可以 對對對 這樣 稍微垂直 這裡垂直 這裡起來一點 而不是這裡打直 這裡還是要彎 這裡起來一點 好 這樣好 你再做 這樣 再起來一點 對 對 這樣弧度你就不會被卡死 這樣很大 這樣有沒有比剛剛好 比剛剛才好一些 但是他還是 因為他這裡壓到我這裡 好 這裡還是有一點加死 事實上他還是要往後退一點 然後沉下來 好 這樣 好 你再按 這樣 對 你沉下來 輕輕的按 就可以按進去 對 有沒有比較好按 有 比較好按 理師有感情進去 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那個90度沒有做出來就夾死 跟整骨下癮一樣 不用懷疑就只有這個地方 這裡 對 所以你沉下來就不會 他不是一直往前起壓 那個壓就不一樣 來 現在就 啊 這樣感覺就比剛剛好很多 對對 因為這是第一次搞 那這樣就給你過 像線綴就可以過關 這個絕對能力 好 那我們臀部 拍我的背 跟不住 我那個背是直的還是 我剛剛看衛冥是有一點這樣 這樣 這樣是不對 他背有一點往前起 我的這裡 我說這裡一定要直起來 然後整個這樣靠過去 現在已經可以拚到 在外面 也沒有按到 看上去 這麼快 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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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開心 你按错位置了 你已经到这里了 对 这个才是对的 你会比 但按下去就错了 原先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你那个还是靠外侧 我觉得你还是靠 它是在这里 所以你放下去 这样放 好 这样一定 然后幅度大一定会对 这样 你刚刚第一次按是按这里 所以我叫你起来 起来你揉到这里一直按 又跑掉 你什么没顶 就是这样 然后第一点如果对了 以后就应该对 你怎么会跑掉呢 你不是在揉一直线 你那个臀部 最后这一脚好像不用弯 你弯 这里就把它 撤出去就好了 好 你再按一次 要不然你那个重心肯定不稳 不用打弯直接就撇过去 对 身体靠过来 对 这样 这样好好的 对 你最后一点 按太腕力 因为你没有旋转过来 旋转过来 再放松再按就对 收回来 这样 对 这样就有了 不要那么大力 最后有紧脖子 绝对不要用力 定脚尖 不是这样 这一脚也要定脚尖 要起来 我做一次 因为你们没有学过 对 对 好 这个 箭 箭最低一点 在这里 应该也不用什么 那大概就这样 好 就是弓箭部 好 这样 那这一手 这一手 好 然后 这样 有没有 看过我的脚 两脚都垫脚尖 有没有 这样就已经下来了 这样很轻松就可以按出来 好 我身体也沉下去 要多深就可以多深 我现在力量是在 因为我这一手还有扶着 所以这种力量都不会很大 如果我要很深 我这一手放好 那整个就下去 那这样就整个就很深了 垫脚尖 不是这样 这样 这样 我知道了 这样就很轻松 这样就很轻松了 对啦 就是转一个角 我要 再跪前面一点 再 然后 跪前面一点 这样 身体 看它 看它也不用 那整个身体靠过去 顶进去 顶了 好 这样就有感觉了 你有感觉了吗 嗯 我有感觉了 但是不要太用力 不要太用力 因为它 还有就是 你 你留的就是 比较 那个手里比较重力 好 你手放轻松 就是用靠身体 靠过去 这样就一定做得出来 靠过去 好 那手只是来回 这样 这样就没有 然后 第二个 靠过去 这样 然后在 按脖子的时候 在下面 我叫你要轻一点 因为你太重 因为脖子那个 那个骨头很小 你一压 那水都受不了 然后 然后你又偏到外侧去 因为你没有整个 翻转过来 这样轻柔的按 幅度大就出来了 那你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在肩部 肩部 你即便最后让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叫你停 因为你不明确 也就是你速段按完 到顶点的时候 到顶点 感觉上 我感觉你没有到顶点 但是你的手已经 你的手是已经是这样 这样 有这种味道在旋转 事实上不是 速段就是速段 到顶点的时候 横段就是横段 横段就是这样 我做一次给你看 正确位置 我选你 你这样 站 然后站这样 然后这样 齐骨 然后歪歪 有没有 这样 人揉出来 我就不信了 你看好 这样 你们看看 我又没有这样 没有 我这样对不对 这里 这里一定是90度 这样 他这个手是平的 你要加强的就是 那个扎实度 然后记得 你还是有整个姿势 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你会用蛮力 所以有时候太轻 在表层 然后太重 又有一点压的感觉 那就是你还没有 就是全部用身体去带动工具 我如果有分 我们现在是 第一集就是全部通过 第二集里面又有分 那个只差一点点的 像俊杰 那个差 或是你 那个也是差一点点 那个就是算是 已经接近过关了 那另外 再来就是 都有揉出来 但是就是还不够扎实 还不懂得用揉 巧劲 那这个一定要补考 这个 但还不至于耕田 刚刚大家在看的 就是我们的志工 在考核过程中 有一些都会常常犯 有一些比如说站的姿势 一开始就站坐 那自然就按不出来 那有一些是 那个手的角度 那个90度没有做出来 也按不出来 所以这些比较常见的错误 还有包括肩部原始点 有些都按到比较外侧去了 那那个很刺激很痛 那个不是原始点 原始点一定是 在尖峰跟尖井结合处 那这一条线的二分之一划下来 这个才是 有一些都靠外侧 外侧揉起来很痛 患者很痛 但效果又不是很好 这个大家看这个视频 你们可以再看看标准的我们影片 那这样再比对自己 自己在按如果有人帮你拍 你可以比照一下 有些光站姿就站的歪七扭八 比如说要按整骨 那屁股就斜斜的 那斜斜的怎么按 一定要对整骨下沿那一条线 那以正面这样去对 不要偏斜 那还有后肢也蛮重要 有些人站太后面 蹲不大下来 这些都是比较细节上 那身体反正你按下去 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如果你站姿站得好 然后身体一靠下去 那个90度 包括上臂跟肩部 那个保持90度就可以做出来 这是基金会在考核的情形 也提供给大家各地在学习原始点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我就补充到这里 实作教学4 基金会手法考核3 编号 一样是用手 好你整骨下 整骨下 我安排 我用柜子 好 好,我已經知道,你再習這兩側 好,可以了 好,我本來想救你 真的,很難救你 應該是這樣說 你真的是用蠻理 不要多蠻理 現在的情形就是全身都用蠻理 我說是犯了我的禁忌 但我認為還不要讓他去送田 這種人才去送田有一點可惜 但是我會給他補好 這裡就開始硬了 這裡就開始出力 然後你的力量一直貫穿到這裡 好,來,我弄給你看 我那個肩膀有沒有起來 沒有 沒有,我頂身有沒有起來 我頂身也不會起來 你這樣 你已經這裡撐死了 然後你已經在出力 你自己不知道 從這裡就開始出力 所以你硬邦邦,你每一個動作都是這樣用 然後我是這樣 你看,我整個鬆下來 然後我只是頂下去,頂下去 有沒有,這樣感覺就不一樣 然後我就放開來做 因為我這裡都沒有出力啊 我這裡也沒有,這裡也沒有 那我的手只是這樣 前頭來回而已啊 那這樣是很柔和的啊 所以他為什麼一出手 包括頂 包括推 都是蠻力 就是你 這個肩膀 你從身體開始就出力了 啊你 出力太久了 就不懂得鬆了 我懂,我走這邊 所以你 走哪裡都是蠻力 就是你身體已經都 這裡僵硬 對,你已經想出力了 啊你好像 我很鬆啊 但是這裡都在出案例 來,你趴著 頭在裡面 你揉腰椎 好,你照你這樣 等一下我看 那我先放鬆 好,你看你怎麼鬆 我不知道你怎麼鬆 好,然後揉身 身,我看你怎麼身 不用力又能伸 怎麼樣啊 你看 你在用按鈴 你這裡還是硬的啦 來,你再下去 你輕一點 揉表層 表層 表層 表層總可以不用力 對 大家來這裡看 你們看他的 他這裡已經在用力了 這裡我看都硬邦邦的 來,大家摸齁 你們你們 你摸這裡 來,兩手 兩手摸 這樣就一下子就馬上摸出來了 有沒有 這裡是什麼 揉的 對不對 這裡再出力有沒有 他從這裡就開始出力 這裡不能出力對不對 這裡跟這裡的力量一樣 所以你這兩邊不應該 就是不一樣 一個硬一個揉 這個就揉不出來 這個接下來都是蠻力 好,那你繼續按 揉深一點 我看你深怎麼深 大家看 這個手還是感覺 好,你深一點 我看看你怎麼深 我看你不會看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我說你不要去重點 因為你那麼賣力 去重點有一點可惜 但是那些力量不能這樣用 我學你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就撐住 這裡就撐住 對 你看喔,你摸我 有,好硬 好硬喔 然後怎麼說 這樣發覺 我就沒有了 有沒有 我這樣就可以推了 為什麼一定要那麼硬才推 所以你每一點都是蠻力 你就知道 我要按深層 不是這裡有什麼變化 我就整個沉下來就好 我身體沉下來 我繼續啊 所以我跟我的肩膀也沒關 跟我這裡也沒關 跟我這裡也沒關 這樣我就可以做 有沒有進去 有喔 這樣有壓迫感嗎 沒有 啊你 你就是一開始都 就這裡 一直撐 你這樣 這樣 這樣 一直撐著 這裡是鬆的喔 你自己還知道鬆喔 這裡就硬喔 對,好硬 然後就開始 你真的好硬 所以他說的一點沒錯 你從頭 所以沒有一個患者會被你按了會舒服感 你這一腳就是站著太直 你沒有蹲下去 然後靠過去 做給你看 你這樣一定做不出來 你站太直 然後你就這樣 這樣做 這樣沒有力 他要這樣 你看 蹲下去 然後腳 然後身體靠過來 這樣就很輕鬆做出來 你這一腳 如果站這樣 肯定 光這一腳 我一看就知道做不出來 那身體就浮在上半 那這樣揉起來就 這個跟這裡就浮浮的 就不會躲進去 好,急著兩側 我再幫你調整一下動作 你這個,不是 你這裡出了什麼問題 這裡太斜了 那表示身體要往前 不是往後 欸 對對對 這樣才能頂進去 啊 這裡都要出了 調整姿勢就可以進去 好,可以 這樣 這樣是會比較好 我剛剛看後面 腳蹲 你前腳又沒蹲了 啊,對對對 整個蛋下去 這樣才能夠按進去 啊 對 對 這樣才能沉下去 啊 對 這樣還會比較好 是什麼 我今天想要吃 好,要吃 不然 你要吃 我會吃 好,要吃 我會吃 這裡 我會吃 這裡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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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真的在一起真的感情太好了 然后患者又很多 今天二十几 怎么会这样 可是张医生他们都是有效才来耶 对啊好奇怪 那怎么解释 不是你们啦 因为他们已经被你们摧残习惯了 但我说这里一定要又有效 又要怎么样温柔 让人家感觉是舒服的好 而不是用蛮力的好 那要不然被你们都揉好了 那以后他以为原始点都是用蛮力的 不对的 然后绝对要记得一件事 原始点之所以迷人 你只要按对位置就一定有效 所以你有效不代表你技术已经很好 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所以你们几个相同问题一起补考 好不好 我跟你讲 这一点一定是有问题 差那么一点点 他一定在这里 因为这里已经斜下去 我说的断也咸臂了 你这个是顶 这里会很刺激 但位置太外侧了 要上去 所以你那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好 谢谢 你在按整骨相 我跟你讲有错在哪里 因为你既然按出来 那姿势不对也按出来 好 他脚你看 这一只脚他是直的 然后往后拉 好 这个然后他 他之所以做出来 归功于他第一只脚 他有蹲下来 所以他算还OK 那应该正确是怎么来 你起来 我携你啊 你是这样站 这样去按 不是这样没有力 所以你也沉不下去 你已经把自己脚都 就弄死了 他正确应该是这样 这样才能堆 所以他这一脚打直了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按到表层还可以 因为他喜欢轻 刚好就这样 如果在要节症的时候按下来 他因为他自己脚 你的脚打太直了 你沉不下来 你已经到极限 等于你这个动作是已经极限了 你再也没有办法 你要再往下沉很难的 这里你看 我这样就很轻松的蹲下来 我身体才能沉下来 这样我才能够按到深层 有但是我想你再帮我按一下脖子 因为我脖子最后那一点呢 好像没有人 没有人按的 确实我也看到了 好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脖子最后那一点 没有人按到 他们是用他的 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月秋 哦月秋有按到 他有按到 但其他我都 因为你们没有 有时候都翻到一半 我叫你们最后一点一定要这样 这样才有办法推 你这样很难推 所以我在推脖子的时候 我是不断修改修改 发现只有这个动作 然后越往下 因为他骨头 他呈现上面是比较小 然后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他是呈现斜的出去 所以你为什么要翻就是 你本来是这样嘛 第二点就稍微了 第三点就要这样 第四点就要这样 啊这样就可以 你因为这样你看 你看我的手肘就往外撇出去了 啊这样刚好顺着他的骨头 啊所以你根本不用看 我其实按颈椎你怎么看 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用这样的姿势 然后凭着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按到筋你自己就会知道 好那我来示范一下 刚刚我还是觉得按对策 你们今天出问题的就是站姿来 有些人不懂得这样这里要打弯 他们就这样 然后身体就弯的做 这样肯定也不行 然后方而是懂得弯 但是这一腿又打直 啊离得太远 这个也不行 这个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可以 然后这样才能调整身体前后啊 我这里还有一个前后 为什么 因为像刚刚龙灰 这样太大 我就叫他如果要移就是下盘要移 你伸得太后面你怎么移 这个就不能移了 这个还有这层关系 还有要按伸程的时候 你还要蹲下去 你这里打太子也不能下去 所以看这一个动作 其实前后脚非常重要 这样才有办法 好 那我们来看看脖子的问题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然后也不能按到深层 所以以其这样 不如我们现在 在考额的时候 就干脆念蘸姿 那你蘸姿会 坐姿一定会 到最后坐姿一定会 不用担心 那你坐姿会 蘸姿不一定会 因为蘸姿就是美美咖咖 像我刚刚讲 你站起来 这个两脚 你们平常就不会注意了 那有些人站这样 有些人站这样 那有些人站直直的也在坐 那你们 你们 你们就是随自己发挥 但是坐起来 那个感觉压下去就是不一样 那坐姿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他不管脚 他的下盘就在臀部 那我们真正的力量 是来自于下盘 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 为什么很多坐姿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说灵验选择比较难度 比较高的来考大家 是这样 不是为难各位 但是如果强调专业 一定是以站姿来考核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些站姿会出问题 然后志工在按的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有时候要学好还真不容易 有一些怎么站 他姿势怎么样 都会影响到工具 而且有些人按头部原始点 他一开始从肩膀就僵硬了 也按不下来 有些人按头部 那个手腕就是前头都不左右摇摆 他就是整只手很僵硬在按 这种都按不出来 也发现有一些志工就是前身是很僵硬 然后他一直想自己要放松 事实上都松不下来 然后每按到叫他按深层 哇就好像很痛苦 因为一压那个都很硬邦邦的 被按的人很不舒服 他自己也会很辛苦 那这些都是临床上 你们看到也可以引以为鉴 就是比较容易犯错 这些影片对各位在学习下 有时候你们在看影片 看不出对跟错的比较 那这种考核借助这个平台让大家看得到 你们就可以自己也可以拍自己的做 站姿的知识 再跟这些影片来比对 那有时候你会看出 原来我为什么按不进去 然后有时候人家按有效 你自己按就没有效 这些问题自己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张医师答疑 提问一 皮肤病 我得了十几年的皮肤病 期间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 前后看了最少三四十个医生 每个医生的病名都不同 越来越严重 2019年8月底 有新预见年始点 通过调理后 我的很多病都好了 肠胃炎 颈椎病 皮肤病也好了很多 不过没有根除 因为当时 刚好碰到疫情严重 不过已经不影响我的工作 和生活了 2021年12月24日 我决定超一段时间 把皮肤病根除掉 于是仔细多遍地看了 关于治皮肤病的那些案例 每天用姜粉泥涂抹 包上纸巾 然后再包上保鲜膜 差不多两个小时抹去 有时候会等干了以后 再抹掉 大概做了十天半个月以后 我发现越来越严重 2022年2月5日 用姜粉泥涂抹 包上纸巾 及保鲜膜两个小时 变得更严重 咨询国内资深原始点老师 才知道 现在张医师 治疗皮肤病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于是我又看了新的直播视频 每天改用浓姜汤清洗多遍 清洗时稍微用点力 不要让组织液或者血液堵塞毛孔 让热量渗进去 改用浓姜汤清洗 再涂抹姜粉泥 2022年2月13日 2022年2月14日 不包纸巾保鲜膜 也是不断扩大 2022年2月18日 2022年2月26日 现在已经有20天 我以为组织液流完了 就不流了 但是这个地方不流了 那个地方又流出来 总是有流不完的组织液 就像一个烂红薯 或者是一个沼泽地 表面看起来还好 一捏或者异常就冒水 现在还在不断扩大 流不完的组织液 2022年3月15日 2022年3月20日 我喜欢运动 体力很好 每天运动最少3到4个小时 每天老公给我按摩一次 我怕他按退不到位 所以又怕楼梯或者拉筋运动 每天干姜片30至50克 红参10至15克 一天喝7次 心态好 乐观开朗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不清洗及按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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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是什么 他用这个 调整他的也是下盘的 有没有 你这个下盘就是 那他可能坐出来 你洗归洗不要搓 不要把皮搓掉了 你搓是错误的 我都跟你说了 你把整皮搓掉了 你就完蛋了 把表皮搓掉了 你就死定了 永远都好不了 知道吧 因为他看不到 我在外面看不到 那些就是感觉上还不适合 他一直说要把死皮搓掉 不搓掉就行 确实他的死皮搓掉的话 他会有那个裂口子的 请老师答疑 好 我们如果就这样的患者 他第一个 他还在流阻滋液 那还有一些伤口 那如果以我们最新的资料 他第一个不能再包扎了 那也不是用姜汤清洗完之后 再涂姜粉泥 这应该是不对的 那组织液还在流的话 最重要就是让他尽量流出来 不要想说他什么时候好 因为有些人会流蛮久 那每个人的时间点不一样 但要有耐心 就是他只要有流组织液 你随时都要有龙姜汤把这些组织液 立刻清洗干净 不要让他结痂 如果让他结痂 他一堵住了 你皮肤是很难好 所以这个细节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用龙姜汤把它清洗 那因为有伤口嘛 就是用龙姜汤清洗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算是热源进气了 那清洗完更重要的就是保持干爽透气 那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照远红外线 或是电热器 甚至你擦拭干净的时候 有时候要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 这个都无所谓 但是一旦因为他有流不完的组织液 这些处理完之后 一天可以处理多次 也就是只要有组织液流出来 你随时就要用龙姜汤 或用棉花棒把它擦拭干净 这个是必要的 那这几部分如果做得好 重点在这几部分 如果做得好 然后还有配合其他的外热源 然后又保持干爽透气 应该就可以得到蛮好的效果 那因为组织液在流的过程中 到底什么时候会流完 没有一定 所以有时候会时间比较久 有些时间会比较短 但总体而言 你只要方向对了 那这样皮肤 它修复期就会比较快 我们说的如果严重 有时候七天到一个月 我们看很多像牛皮癬的 这些案例也都是这样子 有时候快一点 甚至一两个礼拜就改善 那配合运动是对的 那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包扎 也不需要再涂姜粉泥 然后以姜汤 溶姜汤去清洗干净 它只要有流煮汁 流出来 那尽量就随时用 溶姜汤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保持干爽透气 这几个原则 然后再配合其他外热源 我相信效果会非常的好 可以这样去尝试 这个案例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多系统萎缩症 病情说明 2020年初 我丈夫开始感觉头晕 站立时更严重 平衡感减弱 跑步走路的协调性变差 至2021年7月 一年半时间 身体状况愈来愈差 主要表现为 一 头晕 站立走路是严重 只有坐躺不晕 晕眩感觉不是天旋地转 而是犹如水 在头颅内晃动 二 平衡感不好 三 肌肉控制不好 很多动作完成困难 比如写字签名 像蚂蚁爬 四 走路困难 走路时 又用拐杖 双腿沉重 感觉抬不起来 五 说话不清 西医各种检查 没有发现明显病变 通过症状表现 包括以前就存在的前类线问题 便秘问题等 综合判断为 MSA 多系统 萎缩 2021年7月底 联系到原汁点 推广中心 开始每周一次 在中心做按推 同时家人学着每天 在家里做全身按推 并用姜粉泥敷头 同时每天坚持 温敷 幽济头部 喝姜汤 20-30克干姜片熬煮 在家 或者在健身房 天天锻炼 2-3小时 从2021年7月至今 上述病症 没有明显改善 但也没有明显变差 站立和行动时 依然非常头云 虽然很多头部痛点 也经按推减少了 只剩下耳后原始点 还有痛点 偶尔头部延伸点 亦有痛点外 头部 颈部 脊椎 臀部 和肩椎 都找不到痛点 他这两周 头晕更严重 坐着都晕 像头上 戴了一个沉重的大帽子 最近 因看到张医师 现场直播 听到张医师 用了两个小时 去帮一患者 按推头部 亦有建议 可考虑 用工具 请问张医师 一 因我两手关节红肿 改用工具 为他按推 但由于缺乏手感 又担心 是否到位 想请教张医师 对于此情况下 使用工具的意见 步上用工具 按推 耳后原始点 入得较深 请问 我这样按推 可以吗 二 头晕一直没有改善的问题 温哥华好几位志工 也试过帮他按推头部 但都没能找到痛点 只有耳后延伸点 又少许痛 而按后 头晕也没有改善 若按推 他处 没有改善 请问 是否已换出体伤 看 带 而按推整个头部 已有座头部温敷 即姜粉泥 三 我是否还未按到位 是否要按长些时间 四 请问 我们还有什么要改进 副按推 及运动视频 请不吝点赞 你这拐脚比较不美啊 比较不美啊 比较不美啊 继续说 它有下去了 有吗 可以 很不错 你看你的身体所有都下去了 这个就够了 这个就够了 小千工具不要 我的身体往前一点 这儿小了 那往下坐 对 往下坐 这下行吗 可以很好 你觉得怎么样 千万不要想用手 不重 不重 人坐下去 这儿写的 我觉得我签很紧张 不要紧张 放松 但我觉得我这儿还是很酸的 我胳膊也酸 因为你用了上半身的力量 是吧 反正整个跟手 整个只是一个工具 有吗 有了吗 有了吗 戴下来 有了 够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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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好运 请老师答应 好 他最主要应该是头晕吧 如果以头晕 他再加强按推头部的话 我看比如说拿工具 当然工具是可以用 但是你一样要用 那个前头摆动 而不能手腕都不动 然后整只手很僵硬的 这样搓来搓去 这个一般都是在表层 而且工具本身又硬 如果你要大力按 也按不下去 所以你还是要用手腕的力量 来摆动 然后很轻巧的 慢慢才能够 由浅入深 所以工具 大家以为拿工具就是这样 这样来回按 按这样就可以 事实上如果你不懂得用前头 这样摆动 事实上还是蛮僵硬 不容易节症 然后头晕最重要反而是耳后 那因为这个影片 只有头部耳后的原始点 他只有拿工具 我看拿工具这个动作 应该是有问题 那至于那个整骨下沿 他说肩膀按的会酸 那很明显应该是用蛮力的 应该按推整骨下沿 手是不会酸 真正酸是在下盘 腿 一般比较容易的感受是 腿 腿会酸 然后腿它的站姿 我感觉后腿有一点站太后面 他应该再往前一点 然后身体才能沉下来 这样再按就会比较扎实 所以以头晕来讲 那个是属于正的不适感 别想那么多 应该就是主要就是手法 好我们来看他最后几个问题 这个图片之前的 我们照我刚刚讲的 那他有提出四个问题 要问 好 第一个头音严重 放来放去平衡感不好 这是第一个 症的不适感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 我们看下来下一页 好那再来他肌肉控制不好 那像肌肉牵扯到包括肌肉萎缩也好 肌肉控制不好 血都很难 这个一定要复健 这个光靠按推有时候都做不出来 这一点特别强调一下 然后走路困难 那走路困难要用拐杖 双腿沉重 先把臀部的原始点找出来 按按看 如果有把症解决 然后再多训练 爬楼一步两阶 我相信对他会比较好 那说话不清楚很明显跟头音一样 都是属于头部原始点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些就不用理 你会继续看下一页 那他这里一直强调 我认为当然热源很重要 但到了这个时 就像头晕震的不适感 有时候你体伤没有揉开 你即便热源用得再好 也是没用的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他等于前身都有按 头啊颈部啊肩脊椎 那其他的我说过了 头部原始点如果以头晕 那头部原始点是最重要 那至于其他前身的部分 可以靠腹腱 如果没有人帮你按 也可以靠腹腱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靠运动跟腹腱 我看他每周头晕得更严重 好像戴帽子 好那最主要我看 真正晕是他的最主要问题 好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两手关节红肿 他关节会红肿 是不是轴关节红肿 改用工具 我两手关节 这个关节是轴关节还是指关节 没有特别提出来 好反正他刚刚图片是用手 手指头 那因为按头部原始点是用指关节 应该是指关节红肿吧 我是这么想 好那刚刚我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即便用工具实在手指头有问题 一定要用工具好那你拿工具 也一定要用手腕的力量 也就拳头稍微摆动 拿不要拿得那么硬 硬要顶 那这样慢慢帮他按 应该会 还是会有效的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 他说头晕一直没有改善 我认为还是头部原始点没有解症 才会这样 请问是否以患处体伤看待 一定是头部正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我认为应该就是原始点没有解决 还是头部体伤没有解决 这个应该在我看法应该不至于是患处引起的 所以就不要再想这个 因为我看你头部按法 光工具拿这种手法 还有他的按推 虽然按到肩膀都会痠痛 一听就知道 这个按推的手法是出了问题 而头因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我的看法是按推手法的问题 而不是患处体伤 第二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样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是否按不到位 对我认为应该是按不到位 那按推到位要有潜入身 有时候要花一点时间 这个我是同意的 但重点还是按不到位 那请问要有什么要改进 我刚刚也已经回答了 好对于这个提问者我就回答到这样 老师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也时间也到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见 好再见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线上课程就到这里 好那我离开咯 好谢谢老师 好拜拜 谢谢大家